海外买家禁令的实施日期是今年的1月1号实施 背景就是当时的房价很高 那么你没有公民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够购房了 所以就是看父母跟小孩可不可以购房 先要看你是否有身份 如果你没有身份的话 那你是不是会在政府的exception的里面呢 包括refugee 工签 包括学签 那么我们就说工签 最初1月1号实施的时候非常严苛 3月份的时候紧接着他就放宽了 这个叫临时居民 放宽到现在的法律是说 如果你的工签的有效期还仍然有183天或以上的话 你就可以购房了 这是购房资格 那么对于学签来讲的话 这个就没有放宽 这个是非常严苛的 现在留学生购房来讲的话几乎没有 你看他的要求 那么第一你有有效学签 这个大家都有 过去5年连续每年都有按留学生 报税 还有过去的5年的每年都要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 要超过244天 所以很多的留学生他是没有资格购房了 海外的父母怎么办 海外父母如果你没有加拿大的身份 你就更没有资格购房了 所以第一要看有没有资格 就是这样了 然后那么再看你下边的税 海外买家税 2017年4月21号实施的时候的税率是15% 而2年的3月份的时候增加到20% 10月份的时候又增加到25% 一路的上升 不单单税率增加了 他对于NRT瑞贝的申请也有改变了 以前的留学生工签都可以申请退税 现在来讲不行 唯一的一个可能能申请退税是拿产权值算起 4年之内拿到PR的身份才可以往回退 所以你有资格购房 很多的父母考虑到值不值得交出去 这个25%的税 我还能够退回来吗 毕竟也是一个很大一笔的基金嘛 对于工签购房来讲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吧 如果你的工签仍然还有半年以上 你如果有安省省提名 你不但可以购房 而且免除海外买家税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 这是你的主要居所 安省以外的省份拿到了这个省提名 想在安省购买房的话 可以免除海外买家购房税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税法上说得非常清楚 原因是这样 你的海外买家税是交给谁的 是交给省政府的 所以省政府他不会对外省有这个优惠 所以一定是安省省政府的省提名 才会豁免海外买家税 您好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 那我帮您